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闻到香香的味道呢? 张牧是生产天然张脑的主要来源 以练出来的成分常见有固体的脑砂 及液体的脑油 而我们印象中的张脑丸 其实是类似耐丸或水晶脑 张脑在早期主要作为医药使用 十九世纪后期成为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料 像赛鲁洛与无烟火药 都必须用张脑制成 赛鲁洛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合成塑料 被广泛运用在制造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如项链 书子 玩具玩偶 甚至是拍照用的底片 一直到二次大战后 石化工业越来越发达 各种塑胶产品的发明 取代了赛鲁洛 天然张脑才逐渐丧失它的重要性